面对Delta变异株引起的疫情 那么我们要求各地 按照国家发布的疫情防护方案 第八本防护方案 扎实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那么有的记得就要问 那么病毒不是发生变异了吗 我们现在的防护措施还有没有效啊 我要说目前我们的防护措施仍然有效 那我出于这个结论基于两个基本的认识 第一呢科学界对这个病毒认识 它仍然是一个冠状病毒 它的传染源 它的传播途径已经基本清楚 这是第一个科学界的认识 第二个认识呢 是基于我们国家目前防护工作的实践 用我们现在的防护措施 处置广东疫情 辽宁疫情 甚至迎来疫情等等 将近30多期疫情 那么用这些措施处置这些疫情 效果是显著的 我们下期以下